实话实说 在没有蔡某人事件之前 网上还有各种吐槽现在的跑难 大不如前 已经变味的各种评价声音 当这件事情出来之后 全网都是关于后期团队的夸赞之词 其实除了后期没日没夜的P图工作很辛苦之外 还有一点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的 那就是节目组处理事情的态度 在这两年的娱乐圈 前脚还是顶流后脚 就翻车的明星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 只要有明星翻车 影视宗等各大板块就都会行动 在综艺这一块 相信大家也见到过在节目中被打马的劣迹艺人 但一般来说 打马都是比较粗糙的 有些节目组直接用一个简单的长方形 把脸遮住就完事了 有些节目组则是P一个大的广告牌盖住 更有的根本不管故事是不是完整 直接把有劣迹艺人的镜头全部剪掉 老实话讲 像跑男 这种直接上演原地消失术的真没有 其实这是节目组想要做好这档节目的一种态度 这也算是给所有同行都敲响了一个警钟 并不是说做不到完美 只是看你有没有用心 如果所有的节目组都能有这样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那何愁综艺行业发展不行呢 时间过得真快 最新一季的节目已经收官了 在后期团队的不懈努力下 最后两期的呈现也算是比较完美的 咱就这么说吧 要是你不知道有蔡某人事件 那你也根本看不出什么端倪的 尤其要说的是最后一期的节目 可以说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虽然节目质量过关 但有些东西还是需要聊一聊的 接下来咱们就简单说一下这期的每一位嘉宾 跑男 收官 李晨最尴尬 baby最真实 周深最会投机 白鹿最惨 郑凯最机智 杀意最心酸 范城城最显眼包 王鹤帝最好运 杨云晴最可怜 第一 李晨最尴尬 自从老跑男散了之后 李晨的处境一直都是比较尴尬的 相信大家也发现了 现在只要出现斯明牌游戏 李晨变成了绝对的霸主 根本没有人敢去和他对抗 除了斯明牌之外 其他只要和体力相关的游戏也是如此 换句话说 李晨有点无人能敌了 没有对手就会有点寂寞了 在本期的节目中有一个套着游泳圈追击的游戏 从头到尾都没有人去攻击李晨和周深 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为什么不攻击李晨呢 很简单 因为李晨在这样的体力游戏中就是最强的王者 谁碰谁完蛋 本来没人敢挑战李晨是好事 但是放在这样的游戏中就会非常尴尬 试想一下 这样的游戏本来就是互相坑着玩的 你砸我一个水炸弹 我还你一个水炸弹 最后大家都被淋到全身湿透才过瘾 如果要是所有人都被砸了 但只有一个人全身干爽 那是不是给人一种人缘不好的感觉呢 要不是节目组最后给了李晨和周深一个机会 他们两位真的是毫无参与感的 这还不尴尬吗 第二 Angela Baby最真实 在以前的节目中 跑男团只有Angela Baby一个女生 她真的是大家的团宠 所有人都抢着跟她玩 现在呢 邓超 陈赫 陆寒都不在了 郑凯结婚之后 也开始避嫌了 杀意 周深 范澄澄这些后来 加入的人也不会刻意围着她转 对比之下 Angela Baby现在的处境真的是大不如前的 在本期的节目中 Angela Baby选择了和范澄澄一组 这次她真的是玩嗨了 在游泳圈追击战中 Angela Baby跟着范澄澄一次次树敌 可以说是被水炸弹砸的次数最多的一组 但看得出来Angela Baby是真的玩开心了 连范澄澄都说Angela Baby有种梦回第一季的感觉了 在最后一个环节中 节目组要求大家说真话 真实吐槽一下一整季 有没有什么对节目组不满和生气的地方 在这个环节中Angela Baby真的是最真实的一位 她的吐槽也是被所有工作人员一致认可 最终还获得了这个环节的冠军 在加更版中还颁发了奖品 Angela Baby质问节目组 为什么自己的镜头只有四分半 而范澄澄则可以有十三分半 紧接着又说出了节目组 把Angela Baby和范澄澄两个名字打错的事情 实话实说 Angela Baby这些遭遇都是让观众非常生气的 大家经常为她抱不平 这次她敢当面说出来 可以说是太真实了 第三 周深最会投机 在吹蜡烛的游戏中 很多泰语发音是根本没法吹的 因为尾音是闭着嘴发出来的 不过 周深却找到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办法 那就是把前面的一个音拉长 比如Sum这个词把SA拉长 直接吹灭了蜡烛 除了自己用投机取巧的办法挑战成功之外 周深还教Angela Baby和李晨 用投机取巧的办法成功吹灭了蜡烛 毫不夸张地说 周深真的是最会投机的人 第四 白鹿最惨 在这次的游泳圈追击战中 白鹿和郑凯一组本来起步摔倒就很惨了 没想到郑凯根本不顾身后的白鹿 直接起身就跑 硬生生让白鹿在地上被拖行 作为一个柔弱女生却遭遇这样被拖行的事情 真的只能说白鹿太惨了 第五 郑凯最机智 在这个游泳圈追击战中 所有人都能轻松抓到攻击方 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郑凯一下子就明白了 是游戏设计有漏洞 郑凯一语道破关键 问题就是出在被攻击方应该起身后绕一圈去追 而不是走近路伸手就抓 虽说郑凯说完之后 游戏规则升级了 但是游戏也接近尾声了 不过郑凯的机智是被所有人都看得见的 第六 杀意最心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一季的杀意都是比较心酸的 杀意当时为什么会成为跑男的常驻嘉宾 还不是因为他搞笑吗 然而 自从有了周深和白鹿之后 杀意创造出来的笑点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 尤其是这一季又加上了一个范澄澄 杀意真的是笑点全无 没有笑点输出 体力又是一个废物 看着杀意玩游泳圈追击战时 听命奔跑的样子 真的很让人心酸 第七 范澄澄最显眼包 在一整季的节目中 范澄澄都是一个显眼包 在这次的游泳圈追击战中 范澄澄真的是一刻都没有停止过 范澄澄的玩法就是输赢不重要 关键是要砸得开心 对于范澄澄这样的显眼包 有些观众是喜欢的不得了 有些观众则是欣赏不来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笑点满满 第八 王鹤帝最好运 在动作叠加游戏中 王鹤帝的运气真的是爆棚了 连续三次抽到按摩 要知道大家玩这个游戏 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 大家抽到的概率都是一样的 但谁都没有王鹤帝这样的运气 王鹤帝这样的手气 真的可以去买彩票了 不得不服 第九 杨云晴最可怜 在最后的吐槽环节 杨云晴说自己这次去 跑南的路程非常不顺利 坐飞机不顺利 化妆也不顺利 可以说是烦躁到了极点 不过杨云晴觉得 最后在节目中的体验 还是相当不错的 看到这里 很多观众 真的是觉得杨云晴好可怜啊 因为杨云晴绝对想不到 他在最后一期的游戏镜头 会被剪得一点不剩 要怪就怪杨云晴运气不好 抽到了和蔡某人一组 真的是太可怜了 比上一期的宋雨琪和mini还要可怜 大家觉得呢